试想一下假如三分之一的美国停电了一天 这个危机应该是完全不被接受的 但是今天三分之一的美国民众因为被虐待而不能够全面发声 在约会或是家暴事件当中 当事人最先丧失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发言权 将近三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因为被虐待而受到了影响 四名女性当中有一名 而七名的男性之中也有一名 但是更令人痛心的就是在每年美国各地 有超过300万名的儿童成为了被虐的受害者 这就等于美国各地约是一亿名的民众因为被虐待而被灭生 近20年以来 Verizon一直透过其来自Verizon计划的Hopeline 致力支持预防家暴 对家暴的觉醒和拯救受害者的努力 该计划协助家暴幸存者联系重要的资讯 全国系基金的机构 和将不能够再用的手机循环再生 以协助保护环境 在2001年起 该公司业务已经收集了超过1080万部的手机 捐出了超过2140万元的现金拨款 并且是向全美各地预防家暴机构提供了超过18万部 备有无线通话服务的手机 现在Verizon是隆重宣布Hopeline下的下一个阶段 为了进一步推广此事宜 并且协助给予对此最有需要的人事发声 该公司已经首创了发声就是力量的宣传公式 呼召全国各地的民众向家暴受害者 已经幸存者发放一个盼望的讯息 每一个发放的讯息 Verizon会捐出3元 支持由该公司的全国性和地方上宣传公式伙伴 所制作之业绩证实以及具创新力的预防约会 以及家暴计划 预知详情请登入